大家好 英特尔向供应商发出通告 禁止使用新疆产品 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防止北户人强迫劳动法案 禁止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新疆产品到美国市场 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发出通告 表明企业供应链不会再使用来自新疆的劳动力产品以及服务 英特尔现在跳水了 我之前说过 从台积电到三星 实际上英特尔正在布局 特别在马来西亚也在建厂 我之前这几期节目已经说过了 所以提前就告诉大家 英特尔一定会跳水 那么现在果不其然英特尔跳水了 英特尔其实就是我之前讲的 美国正在进行整个的芯片产业的整合 产业到英特尔的整个的供应院里面 将中国排除出美国的供应链 美国的供应链 这是美国的一个计谋 记住 利用新疆问题 让中国自己退出美国英特尔的供应链 大家知道英特尔是目前中国市场重要的一环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市场是英特尔最大的盈利来源地 包括香港的盈利每年达到202亿美元 就是中国已经深深的嵌入到英特尔整个产业链里面 那你看啊 英特尔如果制裁新疆 中国反制英特尔 禁止使用英特尔产品 那等于把中国自己排挤出了美国英特尔的 它的这个供应链 它的所有的全球产业链 中国自己你进入我 我本身我还想进 是吧 我想进你的芯片 不想卖给你芯片 现在你自己不买 美国想法呢 其实就是让中国主动退出啊 英特尔它的这个市场 那你自己退出啊 你自己进是吧 不用我进 你自己进 你不买英特尔产品 我觉得中国政府呢 也不会傻到啊 进英特尔 应该有其他的办法 取代英特尔 但现在看的需要时间啊 所以你看美国的英特尔为什么胆子那么大肯跳出来 他是有底气的 而且他就是想跟你中国脱钩 在芯片 你看我一直在说 芯片行业 美国要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供应链体系 把中国排挤出去 那正好用新疆问题 让你自己 你就出局 你自己别跟我们玩 让美国在做局给中国 所以我希望中国方面要谨慎啊 另外中国要看清楚 这就是美国给中国做个局 你如果继续使用英特尔 是吧 那我就不用新疆产品 对吧 我就不用新疆产品 你拿我没办法 你如果自己退出去 那省着我制裁你了 是吧 你主动退出了 我就建立一个没有中国的芯片产业链 那大家就看明白了 我之前前几期节目给大家讲的非常清楚 英特尔 台积电三星 就是美国在整合自己的芯片产业链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牢牢控制芯片拔权 高科技拔权 你中国不有稀土吗 我有芯片 你还得拿稀土来给我换我芯片 到时候你还得求着我 你看这就是科技战一环 稀土战的一环 你看我一下给你讲清楚了啊 最后我说啊中国怎么应对啊 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把这个英特尔牢牢的捆绑在中国市场上 你想走没门 我把你死死的捆住 加大对英特尔它的芯片相关产品的进口 另外呢 把英特尔相关产业链 牢牢的捆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包括它的供应链 包括它上下游 中国尽量把英特尔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这才是最好的反击 千万不要什么禁止英特尔 禁止进口英特尔 制裁英特尔 这个反而中了美国的奸机 你控制它上下游 美国呢 就是希望高科技和中国脱钩啊 所以中国一定要认清楚形势 千万不要犯错 我再提醒一下中国 反向 美国越是要跟你脱钩 你就一定不要中了美国的技 反向 上下游牢牢控制住美国这些企业 抓在自己手里 这些美国的企业 绝对听话 它想跑就跑掉 这是有效应对美国最好办法 中国呢 一方面牢牢抓住美国的企业 另一方面 自己 在这种 中高端 中高端 高端咱不说 就中高端 这个芯片领域 要加大力度 把中高端研究出来 因为高端芯片啊 用量小 就是 它实际不是这个市场主 中国如果能在 中高端芯片领域啊 占了一定的位置 是就打破了美国 对中国市场垄断 那美国会非常难受 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清醒 一定要认清现状 千万不要犯错误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